天使放上去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慈悲红发型 自在菩萨 心声 般若般若 每一朵诗照 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恶舍 离紫色不亦孤 空不亦瑟瑟 即是空 空即是色 手相心诗 一幅如诗舍 以此时出发空想 无声不灭 不苟 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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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乎空中 无色无首相心诗 无言而闭舍声音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皆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亦不明晴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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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先 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 大家好 因为我们出家人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家庭 没有钱 没有爱情 但是这样如何我过得很快乐 这就是我们的属 像我一样做过事业 结过婚 生过小孩 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生命就像鱼缸里面的鱼不自由了 那时候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老人家赚了很多钱 做了很大的事业 生了三个小孩 后来她的太太生病死掉了 她想说老了 她干脆把这个钱封给她三个小孩子 她封给她三个小孩以后 三个小孩就不孝顺她 她变成又老又病 没能理她 她就很痛苦 有一天这位老人家就自己一个人走到海边 她就有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觉得她活得很痛苦 但是她到海边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在海滩上一直跑来跑去 一直跑来跑去 她仔细看 因为那个小女孩子把海水冲下来的小鱼 或是海星捡起来 赶快丢到大海里面去 那个时候这个老人家就问这个小女生 她就不要丢了 没有用 每天都在冲冲冲 你捡不完了 但是这个小女生 就拿那个海星跟老人家 至少对这只鱼有用 就给她放下去 所以当那个老人在想 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 那个女生 小孩子就说 来来来 帮我帮我 不要在那边讲话 然后那个老人就陪她 就开始去找那些鱼 从那一天开始 老人就快乐了 因为她想以前 我都是想我的太太 我的儿子对我小 从来我都没有比这个小女生聪明 这个小女生真的像阳光一样 每天在帮助别人 从那一天开始 老人又年轻起来了 心情好了 身体就好了 因为她们了解生命的意义 快乐来自于 不要替自己想 不要自私 快乐来自于 哪怕你给人家一块饼干 我们在那边放的饼干 这边放的祖先的牌位 豆腐食料 那对她很好 哪怕一滴水 我们在一滴水 啥了一个花 去帮助她 快乐来自于 为别人想 不要为自己想 像我经常去监狱 世界各地的监狱去演讲 我去监狱的主题就告诉他们 今天就离开监狱 大家都喜欢开心 离开监狱不是身体 离开监狱是改变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开始去关心别人 帮助别人 你不要抱怨自己 你就当下 你就自由了 昨天晚上 他们巨师和石碑 带我们去吃饭 完了以后 带我去逛街 京都的晚上 很热闹 那时候我就带他们 买一包米 真正的快乐 走到那里 撒一点米 撒一点水 希望河边的众生快乐 撒一点米 希望看不见那些鬼 我们东方人都相信有过 我们撒一点米 免得一起快乐 然后到了市区 很多年轻人晚上在里面喝酒玩 还有我们为他念 希望和快乐的想法 所以这样 你会很同情那些年轻人 反而我们自己很快乐 因为我们想要帮助他 比如说各位身体就会生病 没有人不生病 但是你一直想说 我生病很痛苦 你就越来越生病 但是当你一生病的时候 你就想 所有人都好痛苦 他们都有个生病 很多老人更很痛苦 病得躺在床上 所以你一旁你生病 变成关心别人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念 愿大家都不要生病 愿大家都健康 你会发现你心情就很好 所以 像我现在跟各位也差不多 我没太太 我没有钱 我没有住的地方 但是我每天 不管走到他里 我都去杀伤你 给他念念佛 前几天在我听到 一直去跑火木 和平纪念 有人自杀的地方 你只要用一个爱情悲心 你就可以帮助他们 我原来这样很快乐 自己没有感情的压力 自己还可以帮助别人 不需要钱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原来一个人快乐和痛苦 决定他自己的想法 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 开始变成关心别人 哪怕一只小蚂蚁 他们说那个河川里面有鱼 我们要喂它面包 那边有鸟 我们撒一点鱼给它吃 就像现在看到这个花 希望每个人心都看到这个花 这么漂亮 你想法改变了 你现在就快乐了 就像各位跟我们 哪里不一样 各位有头发 我们故意把头发离掉 到底是有头发 他的还是没头发快乐 那没有头发 就跟没钱一样 没有爱情一样 很自由 很快乐 所以在路边看到人家敬礼 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他们又被帮助了 又不自由了 我们没有爱情的束缚 没有基督心 心里就很平静 所以我35岁出家 我的师父告诉我 你要出家 一毛钱都不要带 身体不能带钱 我说师父 没有钱怎么过生活 他说我们出家就是 你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 因为你没有钱 因为你没有饭吃 没有地方住 但是别人给你钱 别人帮助你 你才会产生爱情 原来我活的不是靠我自己 我活的是靠别人 别人给我钱 国家照顾我 我才能够活着 心态变成感恩的心 没有抱怨 我那时候连衣服都没有 那我问我师父 我没有衣服穿的 那衣服很贵 师父说没有关系 很多老人死掉了 那些老和尚死掉了 或是那些出家人还属 你就穿他们旧的衣服 你穿他们旧的衣服 你才有加持 因为他们出国家了 你才不会还属 所以我们出家的人 以前都会穿的 像我们这边都捡一块布 意思是把它捡破 我们的内衣布都把它捡破 特别 我身体是乞丐 但是我内心像黄金一样 我很快乐 就爱别人 身体像乞丐 心里像黄金一样 特别各位生活在京都 京都是一个佛陀加持的地方 佛教兴盛的地方 那佛陀他为什么快乐可以帮助别人 他就是不要做皇帝了 不要享受了 不要有爱情了 他去出母家一个人 然后他的家在哪里 他就坐在树下 菩提树下 他去思维道理 他终于了解了 帮助别人才是快乐 想自己的自私是痛苦 所以我想各位现在就适合出家了 现在各位已经出家了 因为跟我们一样没有家了 但是要去追求真理 所以各位你要想一想 全世界很多有钱的人 跑到京都来 像我们昨天的饭店 一两块一两万块 那么贵 那住在哪边 那各位已经呆在京都了 你已经很快乐 不要花钱来 你现在我们你要坐的时候 跑到寺苗京都 寺苗那么多 去跟他扫扫地 去跟他插插坐折 你会觉得我很快乐 搞忘了座子来拜托你 你住在我们这边 这个房间给你天天吃饭 因为你在帮助他 你没有压力 在佛陀的时代 有一位小国王 他经常杀人 所以他晚上一定要几百个卫兵 保护他睡觉 那后来他出家了 他出家以后 一个人坐在树下 可以睡着 他有一天就大笑 人家说你神经病啊 你笑什么 他说我以前做小国王 我每天都被怕死 怕被杀 他现在做一个出家人 坐在树下 没人要杀我 没人要理我 没人要被伤害我 我都自由了 有快乐 所以有一个问题 需要抽香烟的人快乐 还是不需要抽香烟的人快乐 都要有常的准备 不需要抽香烟 都自由快乐 需要抽香烟 那边的香烟很容易 他哪有快乐 那各位再思考 有爱情的人快乐 但是不需要爱情的人快乐 如果你每天在追求别人爱我 你觉得你很痛 我不需要爱情 但是我去帮别人 我去爱花 爱鸟 爱别人 那种自由的爱情才是快乐 像我们出家的人 很多出家人 一辈子的出家 就不摸钱了 因为他认为钱对他来讲是毒药 他认为女人爱情对他来讲更是毒药 因为这些会让他痛苦 那我想各位现在刚好没钱 搞不好也没爱情 我看你可以追求快乐 那我在桌上各位看到我摆个地球 为什么要摆地球 我每天要爱死这个地球的水啊 人啊 花啊 鸟啊 我不能只爱我自己 当我去爱地球 爱世界的时候 而且对他负责任 所谓出家是没有自私 我要对所有地球 所有众生负责任 那才是生命的意义 你要如何爱地球爱京都呢 各位可以学万一菩萨 万一菩萨手上也永远拿着水 甘露水 走到哪里就给他喷一喷 希望那边有甘露很快乐 没有车祸 各位从明天开始也去拿一瓶水 早上起来就开始走路 你开始念观音菩萨 你会觉得 哇 我太快乐了 我是生命的皇帝 因为慈悲让你快乐 你为自己想你会觉得很快乐 那有人问我说 那我这个水洒在那边 它会快乐吗 各位重点在这边 佛所讲的 众生皆有佛性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的心 就是慈悲心 如果你用慈悲心 这个水就变成佛的水 变成奥一头佛的水 如果你用慈悲心 你走路都在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你就变成观音菩萨在帮众生 所以很多人来京都都是要来拜佛 因为他生命很痛苦 但是你就代表佛 代表菩萨给他爱 所以各位如果愿意学习佛做的慈悲 跟你出家在家没有影响 跟你修一百年 跟现在之道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不自私的慈悲心 每个人都有 你只是把他用出来就好了 用出来 用花出来 你走在路上来想 别人看到我都变观音菩萨 因为我对他充满爱 没有分别的爱 我希望他健康快乐 你只要这样想 你就在帮助别人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学学帮助别人 我前面写了这个牌位 我顺便写了 今天来的人 往生已经死亡的爸爸妈妈祖先 包括你身上痛苦的 都把它写在这边 那我们大家用慈悲心 又给他食物吃 然后又给他喝水 然后又给他点香 这里面还有药 然后他就会很快乐 你的祖先就会超度升天 所以我想这个不困难 所以等一下各位一起想 你的往生的祖先 都在这边 我们大家用爱 用佛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那这个红色的代表什么 活的概念 所有生病的老人 所有的